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惊人反转 众议院周六压倒性的两党投票 避免政府周日午夜关闭 马尔代夫反对派候选人预计将赢得总统选举 GB新闻的老板们开会 以避免在OFCOM的调查之后再次受到谴责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令人震惊的是 众议院周六进行了压倒性的两党投票 以避免在周日午夜关闭 Politico杂志 在200多名民主党人和90名共和党人 投了反对票的帮助下 议长凯文 麦卡锡通过了为期45天的权宜之计资金补丁 335-91 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 肯定会加速一场 旨在夺走他目锤的极右翼叛乱 该法案现在提交参议院 可能会在关闭截止日期前通过 麦卡锡的战略突然转变 是在几周内不愿采取任何让他与少数保守派强硬派对抗的路线后发生的 这些强硬派拒绝允许任何两党努力来避免停摆 有来自普通民众的强烈抗议 他们想要一个持续的解决方案 我们厌倦了玩弄这些疯狂的工作 众议员Don Bacon说 投票结束了众议院狂热的一天 周六上午前往国会大厦的立法者几乎没有对两党达成协议有任何希望 但麦卡锡决定在地板上提出一项干净的法案 这足以注定他的议长职位 这让他的政党感到震惊 通过的短期资金补丁不包括共和党的支出削减或边境政策 唯一的补充 白宫寻求160亿美元的灾难援助 如果有人想提出反对我的动议 就提出来 麦卡锡在周六投票后告诉记者 并敢于让他的对手强行对他的议长职位进行投票 他的举动让民主党人周六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拖延战术 最终 大多数民主党人支持该法案 我认为 最后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不要关门 许多共和党人周六开始不确定 他们是否会获得任何权益之际法案所需的民主党支持 然而 随着这一天的进行 他们看到了一条 在华盛顿看来不可避免的关闭的出路 然而 为了真正避免关闭 参议院仍然需要采取行动 此举需要所有100名参议员的一致同意 但参议员 兰德 保罗 肯色 周共和党说 他认为 共和党会允许这样做 如果众议院通过一个干净的CR 而里面没有那么多新的乌克兰资金 我将同意让他们加快进程 并在今天下午进行表决 我认为我们的核心小组倾向于这个方向 保罗说 我认为他来到这里 我们同意把他传到这里 也许今天下午就完成了 无貌的帕特里克 坎特雷必须明白 高尔夫球手不应该为参加瑞德杯而获得报酬 英国每日电讯 有报道称 美国高尔夫选手帕特里克 坎特雷对于没有获得参加赛德杯的报酬感到不满 据称 坎特雷拒绝戴上美国队帽子作为抗议的形式 而且有关于团队内部存在裂痕的传言 文章讨论了选手是否应该获得参加这一赛事的报酬 支持者认为 选手由于其明星地位和赛德杯的财务成功 应该得到一部分利润 然而 其他人认为这一赛事应该是一种荣誉 选手将通过增加的宣传和赞助机会 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为什么唐纳德 特朗普让卢比 瓦克斯感到恶心 悉尼先驱晨暴 在一次采访中 广播员 喜剧演员 女演员 作家 和心理健康倡导者 Ruby Wax 谈到了他采访过的高知名度人物 如OJ辛普森 唐纳德 特朗普 和麦当纳 他形容 辛普森是一个逗弄人的人 他喜欢回答几首的问题 并提到了 他背诵一首 关于斧头杀人的诗的 令人不安的经历 Wax 认为 特朗普是一个可怕的人 他暴力和令人厌恶 他对人们尽管他的行为 仍然支持他 感到惊讶 他形容 麦当纳是一个冷漠的人 并为约克公爵夫人 感到遗憾 Wax 还提到 比尔 盖茨 是他最困难的采访之一 因为他从未回答过一个问题 在谈到他的书 我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好时 Wax 透露他一生中都有抑郁症的时期 但他并不持续 也没有妨碍他的工作 他谈到了他寻找异议的旅程 和与抑郁症的遭遇 包括接受精如此刺激 他还提到了他在精神病院的经历 他觉得那记有趣又黑暗 并谈到了他以幽默有趣的方式 写作抑郁症的方法 Wax 以这回过去的忠告结束了采访 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话 揭示 为什么小狗的零食 最终会花费大量金钱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太阳报的研究 英国的小型犬主人购买狗零食时 每颗的价格几乎是大型犬主人的四倍 该报称这种做法为小狗税 即使小型犬版本的零食数量较少 Pedigree和Purena等品牌 对小型、中型和大型版本的咀嚼零食 收取相同的价格 兽医批评了这种做法 指出零食可能导致体重增加 并且通常含有高热量 GB新闻的老板们开会 以避免在OFCON的调查之后 再次受到谴责 为报 英国右翼电视台GB News的领导层 正试图阻止在劳伦斯 福克斯和丹武顿最近的事件中 进一步受到公众谴责 上周 福克斯在节目中攻击了记者阿瓦 艾文斯 而内政大臣苏埃拉 布拉弗曼则接受了保守党议员李 安德森的采访 据报道 GB News在广播违规方面引发了一系列调查后 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GB News已经暂停了福克斯和武顿的工作 与右翼社交媒体平台Parler有关的英国银行家 乔治法默也加入了GB News的董事会 特朗普在加利福尼亚共和党人大会上的演讲中 呼吁对商店抢劫犯开枪 为报 唐纳德 特朗普向加利福尼亚共和党人发表了一次演讲 他呼吁对付店铺抢劫犯 他还警告说 如果乔·拜登继续担任总统 这个国家将会灭亡 特朗普还重复了选举舞弊的谎言 并对富裕的比佛利山庄居民 发表了贬低的言论 这种言论与特朗普强硬打击犯罪的立场一致 他之前曾建议对待移民 采取枪击措施 并对被定罪的毒贩和杀警者实施死刑 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中 领先于共和党其他候选人 如果他在初选中获得超过50%的选票 他可能会在一项新规定下 获得加利福尼亚的全部代表席位 特朗普的筹款活动 被瞧拜登的强劲表现所掩盖 特朗普呼吁捐款帮助他抵御来自深州的攻击 并将拜登赶出白宫 这次演讲发生在一场 可能导致特朗普企业被罚款 和在几个州面临行事诉讼的民事审判之前 马尔代夫 反对派候选人预计将赢得总统选举 德国之声 预计反对派候选人 穆罕默德 穆伊兹将赢得马尔代夫总统决选 获得超过54%的选票 穆伊兹所在的人民国民大会党被视为亲中派 并致力于撤走驻马尔代夫的印度军队 并重新平衡该国的贸易 声称目前贸易对印度有利 穆伊兹的导师 前总统阿卜杜拉 亚明曾大量借贷中国资金进行建设项目 并忽视了印度 现任总统伊布拉辛 索利赫在任期内优先发展与印度的关系 马尔代夫在印度洋地区具有战略重要性 并位于一条重要的航运路线上 印度在与苏迪巴基斯坦的激烈比赛中 获得必求金牌的胜利 路透社 印度币球队在亚洲运动会男子团体决赛中 击败巴基斯坦 赢得了金牌 阿卜海 辛格在比赛中逆袭两个赛点 赢得决胜局并夺得金牌 为印度在小组赛中输给巴基斯坦的势力报了仇 辛格表示 他受到了印度球迷的支持的鼓舞 并感谢在比赛中为他加油的每个人 中国彩票销售 在经济疲软和就业前景不佳的情况下飙升 日经亚洲 中国八月份的彩票销售额达到了今年任何一个月份的最高水平 销售额同比增长53.6% 达到5296亿元人民币725亿美元 今年前八个月 全国彩票销售额达到了37576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51.6% 销售额的增加被认为与对经济的担忧有关 该国六月份的青年失业率创下了21.3%的历史新高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全球新闻的摘要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我们来谈谈高尔夫球手帕特里克 坎特雷 他对于没有获得参加瑞德杯的报酬感到不满 并拒绝戴上美国队帽子 我觉得他可能需要明白 高尔夫球手参加瑞德杯是一种荣誉 而不是为了赚钱 毕竟他们已经通过高尔夫赛事获得了丰厚的报酬 所以没有必要再要求额外的报酬了 接下来是我们的好朋友 Ruby Wax的采访 他谈到了他采访过的一些高知名度人物 如特朗普和麦当娜 他对特朗普的行为感到恶心 觉得他是一个可怕的人 对此 我只能说 大概是因为特朗普的言行实在是太过出格了 至于麦当娜 他被形容为一个冷漠的人 这让我有些惋惜 总的来说 Ruby Wax的采访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有趣的见解和趣闻 我们还了解到 英国的小行犬主人购买狗零食时 每克的价格几乎是大行犬主人的四倍 这被称为小狗税 虽然小狗零食的数量较少 但价格却很高 兽医批评了这种做法 认为零食可能导致小狗体重增加 并且含有高热量 这让我想到了一句俗语 小狗也是要吃好的 接下来是关于GB新闻的报道 他们的领导层正在开会 以避免在调查之后再次受到谴责 我觉得调查是为了保证新闻行业的公正和透明 所以GB新闻应该认真对待 并且改进他们的报道方式 特朗普在加利福尼亚共和党人大会上的演讲中 呼吁对商店抢劫犯开枪 这个提议实在是有些过激了 我相信我们应该寻找更加合理和安全的解决办法来解决犯罪问题 而不是采取暴力手段 在马尔代夫 反对派候选人穆罕默德 穆伊兹预计将赢得总统选举 这对于该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转变 我相信穆伊兹将会采取一些新的政策 来重新平衡马尔代夫的外交关系 并为该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印度B球队在与巴基斯坦的比赛中获得了胜利 赢得了金牌 这是一场激烈的比赛 印度队的阿布海 辛格在决胜局中逆袭两个赛点 最终取得了胜利 恭喜印度队 我相信这对于整个印度来说 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 最后是关于中国彩票销售的报道 在经济疲软和就业前景不佳的情况下 中国的彩票销售额飙升 这可能是人们在艰难时期 寻求一些乐观和希望的表现 但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彩票 不要过度投注 保持理智和谨慎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了 我希望我能用幽默风趣的文字 给大家带来一些笑声和快乐 现在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离开